胡君老师这一次扮演的这个角色 您怎么样看待和雷宇之间的 这种亦师亦友的这种关系 片子里就是张廷张大队 是特别欣赏这个雷宇的 而且他又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军人 然后还有设计的天分 这是他身上我们那一代 式飞员可能是有缺憾的 所以说我特别希望培养出一个 比我们还要优秀的式飞员 等于是稀才吧 一博怎么理解张廷这个角色呢 确实像君哥说的那样 因为雷宇确实是有很多的 航空理论的知识 张大队是把雷宇带到了式飞员 想要一起飞出更好的战绩 设计出新一代的隐身战绩 包括新一代的式飞员的样子 电影里面有一个细节 当我叫他去上班的时候 然后我就看他那个记录 你知道吗 他说大队长 我后面有中文 一开始我翻的是英文 我后面有中文翻译 这点我跟你说 很刺痛了张廷的心 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讲 雷宇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人才 我没有任何人才会完全是在那里面的 我现在就像大队长 我现在就像大队长